今天讓人人心狂王的冠狀病毒 其實他以前是個洛基 一點都不可怕 但為什麼突然變得這麼厲害呢? 今天我們會把來龍去脈講清楚 那我們首先要了解什麼是病毒 上一期我們說過了 傳染病分為兩大家族 細菌與病毒 簡單說細菌是生物 只要有外界的養分 自己就能分裂繁殖 但有一個超級剋星 就是抗生素 例如梅毒就是細菌傳染病 可以用青梅素搞定它 細菌裡面絕大多數是好人 像是乳酸感菌、酵母菌等等 只有少數細菌對人體有害 例如白色念珠菌 而病毒界絕大部分是壞人 像是氏菌體這種好人病毒並不多 病毒它非常的小 細菌已經夠小了吧 但如果說細菌是一棟大樓 那麼病毒就是大樓裡面的人而已 病毒無法靠置身繁衍 只能寄生在別的宿主上 像是植物、動物、人類、甚至細菌 它入侵細胞 靠細胞分裂、複製 來繁殖自己 不算是完整的生命體 需要和人體細胞結合 介於生物與非生物之間 因此難以用藥物殺死 如果你一要消滅病毒 那麼也會把健康的細胞給廢了 最好的辦法就是 依靠自身的免疫力 和病毒達到和解 所以病毒類型的天花 可以得過一次救終生免疫 但細菌類型的梅毒 你可以無限暢飲 如果感染病毒性疾病 打針、刺抗生素 只能防止細菌性疾病病發 目前人類對絕大部分的病毒 束手無策 最有效的方式是疫苗 讓疫苗升級身體的免疫系統 像是記住某某病毒的臉之後 之後病毒就難以入侵了 目前人類對病毒的戰爭 只贏過一次就是天花 天花最少奪走了五一條人命 不過天花家族中 有一個豬隊友牛豆 牛豆跟天花長得很像 但威力遠不如天花 人們中屬牛豆疫苗 讓每年系統幾足天花的樣子 之後天花只要一入侵 馬上就會被逮捕 也因為這樣 人類消滅了天花 但其他病毒可沒有豬隊友 還每年小改版或升級 你根本抓不到它 像是每年流感疫苗 都只能預防當年度的流感 了解到細菌與病毒的差別後 我們接著得到冠狀病毒 冠狀病毒最早在1960年被人發現 而且默默無聞 因為那時它只是 人類傳染病界的弱基 只有在其他哺乳類和鳥類之間傳染 整個20世紀 也就只有兩種冠狀病毒上過一軍 可以傳染給人類而已 分別是2991與Oc43 名字不重要 因為只是來異軍過水的 沒什麼存在感 頂多讓人打打噴嚏咳咳 就是小感冒症狀而已 根本殺不了人 比起其他異軍傳染病 像是梅毒、艾滋病 根本微不足道 喔對了 天花已經被開除了 但到了2002年11月 冠狀病毒迎來一位明星成員 就是SARS SARS原本是俄軍球員 寄生在蝙蝠身上修煉 但SARS靠著果子儀當跳板 身上的異軍 當SARS病毒進入人體後 之前在蝙蝠身上修煉的魂厚內功 彷彿來到天堂 它會吸收健康的細胞 並利用它開始複製病毒 然後病毒就會以極快的速度 在人體內擴散 但人類自己也有免疫系統 就像一支軍隊 會對抗入侵的病毒 有免疫系統沒看過SARS 想說這哪來的菜雞啊 甚至發動抗體攻擊SARS 但抗體與SARS不吻合 無法有效驅離 眼看著對手這麼厲害 人體只好高速運轉 用各種大絕招攻擊 於是就會讓人發高燒 咳嗽與呼吸困難 最後呼吸衰竭 雖然病毒是驅逐掉了 但卻把人體搞得死去回來的 甚至死亡 這在醫學上有專有名詞 叫做細胞因子風暴 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 2009年的H1N1 這都是主要致死的原因 由於SARS是病毒 用抗生素沒暖用 SARS的治療只能使用退燒藥 人工輔助呼吸 抗病毒藥物 和高劑量的類固醇 來減輕身體負擔 最主要的還是得靠自身的免疫系統 17年過去了 截至目前為止 尚無任何對SARS有效的藥物 或是疫苗問世 且SARS恐怖在 就算痊癒了 還是有嚴重的後遺症 包含肺部纖維化 骨質疏鬆與壞死等 SARS是第一個登上異軍 並且大開殺戒的冠狀病毒 逼得人類不得不開始重視它 緊接著04與05年 又有兩位登上異軍的冠狀病毒 分別是NL-63與HKU-1 但弱爆了 維基百科連中文條目都沒有 當然也殺不死人 就在人們快遺忘冠狀病毒的時候 2012年又來了一位明星球員 中東呼吸症候群 MERS登場 第二種人殺人的冠狀病毒出現了 但MERS非常暴躁 比起SARS的死亡率是15% MERS則高達30% 但傳播能力不如SARS強 因為宿主死亡的太快 接著2019年底 武漢性型冠狀病毒來了 是第七名上異軍的冠狀病毒成員 也是第三位明星球員 科學家稱呼他為NCOV 或是武漢肺炎性型冠狀病毒 人類對他的一切都還很陌生 包含怎麼來的 會不會異變死亡率多少都還不知道 那為什麼這三位明星冠狀病毒都這麼強呢? 因為他滿足幾個明星條件 第一個就是要有很強的傳播能力 像梅毒、Y滋病那種靠性行為 血液疏送的感染 實在太慢太low了 要大規模傳播 當然是要靠打噴嚏、流鼻水和講話 這種飛沫傳染最有效率 而厲害的病毒 不能一開始就大展神威 把人類殺死 必須潛伏一段時間 讓活蹦亂跳的病人 神不知鬼不覺的傳染給他人 這樣才能達到大規模傳播的目的 且明星病毒都具備有快速變異的能力 病毒知道人們會研發疫苗來對付它 但他們可沒在怕的 冠狀病毒的遺傳物質是RNA 和DNA不同 DNA是雙螺旋結構 兩根鏈條有對應備份 RNA只有一根鏈條 所以可以輕易地靜音重組 文主聽不懂沒關係 簡單說就容易發生異變 提高了研發疫苗的難度 像是免疫系統今天 記住了某個病毒的長相 明天那個病毒又異龍了 根本抓不到 天花為什麼會被消滅 就是天花病毒是雙螺旋結構的DNA 遺傳性質穩定 人類很容易抓到他的弱點 將其攻破 還有一點 最可怕的是冠狀病毒有一個好朋友 就是蝙蝠 是他的自然宿主 因為自然宿主必須滿足兩個條件 第一個是壽命長 第二個是不怕病毒 這張病毒才可以在他體內 長期練骨最後進化 其他加分項目還有 蝙蝠是哺乳類界唯一的空軍 還有外化般的武器草鷹波 之後我們會從蝙蝠的DNA講起 科普下他獨特的煉骨構造 整隻是病毒界的精神時光屋 最佳修煉之地 下一集我們再來聊聊 我們再來複習一下 所有上過疫菌的冠狀病毒 從這張表可以清楚知道 共有7種冠狀病毒上過疫菌 可以傳染給人類 但其中4種都是小感冒 而另外3種都是相當致命的冠狀病毒 人類對抗病毒的歷史很長 且病毒無所不在 能讓你得到普通流感的鼻病毒 就躲在人類的鼻腔裡 等到你哪天免疫力下降時就會發病 所以大家要多運動、多彩太陽 作息正常、營養均衡 來增加免疫力 全世界每年有30萬人死於流感 美國就有6600人 而中國則是88000人 這種流感和冠狀病毒不一樣 人類已經很熟悉流感了 知道怎麼對付它也有疫苗 而冠狀病毒是一個未知的傳染病 它怎麼來的? 會不會異變? 死亡率多少? 我們人類都不清楚 所以把兩者混為一談 說流感很嚴重 我們故意逢中必反 認為武漢肺炎還不危險的人 都很不應該 洛基冠狀病毒 NL63與HKU1 前面的代號分別代表荷蘭與香港 與發現地有關 所以再次強調 武漢肺炎的武漢 絕對沒有歧視的意味 雖然抗生素在殺細菌上面很好用 但濫用抗生素會讓細菌產生抗藥性 最後進化成超級細菌 到時候就會很麻煩 濫用抗生素的醫療機構是對人類健康不負責的 是毫無依德的行為 在1890年 英國細菌學家漢金 對印度聖河橫河百思不解 因為根據當地的風俗民情 會把各種死者遺體投入這條河 加上沿岸人家的各種垃圾排泄物 造成河河成為細菌的溫床 然後就是爆發禍亂等瘟疫 但比起歐洲受過污染的河 橫河的禍亂很快就會結束 明明比較髒 疫情卻相對小很多 難道真的是神明在保佑嗎? 漢金認為 應該是有某種物質在水中殺菌 但他沒有證據 直到20年後 一位法國的微生物學家 費里斯·戴烈兒 才解決了他多年的疑問 原來這神明的物質就是氏菌體 氏菌體是病毒界少數的好人 是一種以細菌為宿主的病毒 氏菌體對人類無害 但卻能夠殺死其他壞人 像是禍亂 所以在臨床上常被用來當作醫療用品 為人類提供了一種 對抗致命疾病的新選擇 至於橫河的故事 我會在我的臉書上講 一般來說因為流感死亡的 都是抵抗力低的小孩跟老人 但青壯年人因為流感死亡 反而是免疫力太強 就是細胞因子風暴 每日系統在與病毒作戰時 因為敵人太強大打上了火 釋放出大量的發炎因子 適度的發炎是可以擊退敵人 但過度發炎就會破壞肺部的正常組織 引起呼吸窘迫 發炎因子又隨著血液流到其他器官 最後引起多重器官衰竭 這時只要用醫療儀器 如葉克膜呼吸器來降低身體的負擔